苏米 苏米是一種營養豐富的食物 媽媽煮菜煲湯很多時候都會用到它 但是處理苏米真是料理小伯的大難題 今集小提示就教大家幾個 苏米處理大法 首先將刀垂直切入苏米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後反轉刀背朝下 用力一敲 利用慣性就可以輕鬆地把苏米切開 一刀切入苏米然後馬上往外繳 不過注意下刀要快和動作要連貫 要切斷苏米最重要的關鍵點是一刀切入苏米心 因為心是整個苏米最柔軟的部分 不過如果你真的切不到的話 我還有一個最強的解決方法 媽媽,我的苏米切不開 剛剛就教大家怎樣砍苏米了 你們又知不知道 其實苏米上面有一個小機關 只要用一個工具 就可以將苏米粒輕鬆剝落 首先用筷子剁走一排苏米 然後就可以輕鬆地一排排抹 然後就可以輕鬆地一排排抹 完整的苏米粒 然後就可以輕鬆地一排排抹